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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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 是不是以為我來布吉島 蘇梅島 這裡是巴提亞 Café很大間 我覺得是其中一間 來的必打卡Café 現在我們坐這個位置 很棒的 叫Honey Moon Sitting 前面對正大海 完全是 享受海風 如果來巴提亞這些Café 通常我和阿凡喜歡 比較硬 第一不用太曬 而且可以看日落 很棒 我也覺得有一點像蘇梅島 因為很近海邊 然後有些餐廳 想不到你 巴提亞也有不少的 以後陸陸續續和大家 介紹一下 分享一下 這間餐廳 我覺得也是巴提亞 一間必來的餐廳 不過今天好像音樂大聲了 不要緊 我就照說 來巴提亞的生活 這兩個月很開心 簡直是樂而忘返 實在是肥了兩個馬 來到巴提亞 我覺得娛樂有動靜都皆宜 動靜的方面當然 佔我們最長的時間 就是要搞YouTube 要剪片 拍片 有時朋友出去玩 我們都摘不到 可能日後再安排好些 時間 第二件事就是靜 就是因為要拍YouTube 所以我們都 花很多時間 有時要找一些 深導遊的資料 深導遊的文章 又要有質素的 才敢跟大家見面 又不想太普通 因為我們自己的台 資訊性比較多 也都有很多朋友 支持了我們這麼多年 我們都希望實用得來 又真的有些與別不同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其實拍了YouTube之後 我自己都覺得學了很多東西 在過程裏面 我實在覺得是獲益良多 還有很多時候 大家不知道 我們都拍不完這麼多東西 所以除了影片之外 我有想過用文字去表達一下 我們的旅遊 我們的心路歷程 在這裏的生活 各種點滴 種種 但其實在坊間 如果當我去找一些文章 有文字性的平台 想跟大家 好像寫blog那樣去分享 其實外面很多平台 有很大的限制 自數限制 圖片 又不可以做這麼多東西 總之就是 令到這件事 一直成不成形在這裏 可能我開始了 但是很快 我又turned down 我就一直找不到 我心儀的地方 去開始發展 我這個心願 幸好現在我找到metas 我就覺得 入到內容很豐富 而且文章 都不斷維持著更新 好像海洋那樣 找到很多不同的資料 文章的原創性很高 我可以這樣說 你如果有心在裏面找的 一定會找到你的寶藏 我自己都覺得 是華文社區裏面 現在暫時來說應該是最大的 我細讀之下 就發覺原來metas 是用了現在最新的web3.0 那是甚麼意思呢 自由創作度高了很多 你的文章 是不需要經過審核 就不會像我的影片那樣 我有寫youtube 做了整個星期的影片 他都可以無緣無故黃標 而裏面呢 我都不知道他黃標些甚麼 那可能有時 講一下一些 有少少敏感的話題呢 他都不給的 甚至呢 我試過呢 youtube呢 是無緣無故地 刪除了我的影片 真是氣死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就覺得 如果找到一個平台 沒有些 甚麼黃標的 自由度高些的 那就開心很多 加上呢 我覺得meta 真是很細心的 因為他明白呢 很多網上的工作者呢 其實呢 都希望可以 在網上賺錢的嘛 如果 這個自由度高了那麼多 變成你就可以 建立自己的品牌 建立自己的鐵粉絲群 文字會友的形式 和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呢 可以形成一個小文化社區 在裏面呢 你可以 想想你的生意仔 還有呢 如果你呢 如果你上載得多 更加多的文章呢 meta 都很貼心 就會有一些獎勵的 所以呢 一個這麼誠意的平台呢 我們沒有理由 不去多些了解的嘛 是不是 而且呢 阿李呢 在這裏生活呢 很多時候呢 都好像單打獨鬥一樣 我都很想呢 利用一些平台 去找到一些不同的遊牧民族 就是不需要上班啊 朝九晚五啊 利用網上的工作呢 就可以做事的人啊 那在那裏呢 就可以多些交流 我都要學習的嘛 不單止呢 和大家分享啦 其實呢 我自己呢 都希望做一塊海綿 可以吸收的嘛 而 Metas呢 正正呢 亦都幫到我這一邊 要數Metas的熊人 一定不少得奇奇啦 曾經出版過小說的奇奇 已經有八百幾部作品 在平台上 和大家分享的啦 喜歡貓貓畫作 帶著貓貓去旅行的Erica呢 我發現她跟我一樣 很喜歡去旅行 和拍攝的 而且還寫下她旅行的點滴 在裏面大家 不知道可不可以 拿些旅行的小貼士呢 喂 你用不用這麼謙虛呀 我看過你的文章啦 和你的筆名都不一致的 一點都不鬥禮呀 今時今日科技這麼一日千里 你問我什麼Check呀 什麼GTP呀 還是GPT呀 什麼Pitcoin呀 都是沒有問我啦 你不如問問一下高重見啦 如果你喜歡文字的話 就希望你可以利用這個平台 和多些人互動 希望這個平台 日漸壯大啦 可以大家在裏面 找到更加多豐富的文章 多豐富的內容的 這條片呢 也都很多謝Meta 我啦 來贊助我這條片的 就算不是講廣告啦 我覺得呢 一些有誠意的平台呢 也都很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大家呢 有時間都可以上這個平台看看 或者開戶 然後就分享你寶貴的文章 阿帆過來吧 OK 很多網友想知道我們搬到巴提亞 有什麼感受 和曼谷的比較 有什麼貼身的感覺 甚至最重要就是花費多少 因為我們來到巴提亞 都不是說住了很久的日子 但是只可以第一身 講一下我們自己的感覺 即是 OK Cut 他要收車 因為現在黃昏了 開始可以收車 沒有那麼曬 第一件事最明顯 先講交通 曼谷有BTS MOT 那這裡就 我們有電單車 其實曼谷都是電單車 都是有電單車 交通如果沒有車 巴提亞是一個不方便的 我覺得巴提亞好像熱過曼谷很多 是啊 是不是高樓大廈少了 所以這樣呢 我想是冷氣的地方少了 是啊 冷氣的地方少了 是啊 還有人老了變得很怕熱 沒有以前那麼熬得 是啊 這個是事實 沒錯 應該都是這樣的原因 是啊 還有巴提亞本身是海濱城市 很多海邊餐廳 海邊餐廳 酒吧 那些 我覺得就很不同曼谷的 甚至我們夜市 都是可以望海的 正很多 曼谷就沒有什麼可能 是啊 是 沒有可能曼谷食客 是啊 是 那時候我們住曼谷 駕駛一小時 才有機會看到海 現在我們住近海 都不覺得潮濕 還有一些海風 真的 真的很舒服 因為呢 其實我們在香港 都住對海的 都是海景的 但是我們會很感覺到 潮濕的嘛 是 但是不知為什麼 我們來到巴提亞 真的沒有了 是 那空氣方面呢 空氣 我住巴提亞絕對比曼谷好很多 那住那方面 你覺得有什麼大不同呢 曼谷和巴提亞 就是不覺得和蘭谷有什麼大分別 就是因為我們住都方便 那又真是找到心頭好 那我覺得是 其實你有什麼要求呢 找樓的要求 就是我們最重要是附近有超市 是 遮品都滿足不了 要有間超市 就是 就是食的配道要齊 那還有就是 那個價錢就 當然越打越好 但是要知道 最重要是一間屋 是融盡了整間屋的 每個角落 就是最大 最實用的 因為又不喜歡 租一間屋 是 融不到的 是 那不如這樣說吧 住那方面呢 我覺得呢 曼谷我覺得很大層 我不是說曼谷不好 曼谷好的 很多姿多彩的 就是我自己問心而論呢 空氣方面 曼谷很大層 在住那方面呢 曼谷的樓的質素呢 我覺得好像好過 好過 巴提亞用料 用料 但是你同一個價錢 到巴提亞 你是可以住大些 是 我覺得環境是不同了 屋苑的管理方面呢 我都覺得 在曼谷是比較好 是 可能 乾淨企理方面呢 屋苑的設施 是 怎麼說呢 但是我想說 如果 網友不知道的 就會覺得 你來了兩個月 你怎麼知道 其他屋苑管理是怎樣呢 因為我們有些 屋友 有些朋友 都是在這裏居住的 他們都有反映 大家 在Corpittah的時候 都會聊這些話題 都是 加上平凡這些話題 曼谷始終是一個 首都 各種東西要求高一點 是啊 即是像我來到這裏之後呢 差不多很少穿鞋 差不多去哪裏都是穿拖鞋 但是曼谷呢 有時候 你可以去商場 有些漂亮的商場 都會執政一點 這樣 好 對不起 因為外面的海景太漂亮了 我也忍不住 阿凡一直說 我一直拍 曼谷本身的發展商 名氣大些 在巴提亞 都有些名氣大的發展商 但沒有曼谷那麼多 那我自己覺得 還有管理方面 其實大家 都是 現在是靠電話 靠Apps去溝通的 是 但是我便覺得 曼谷那些管理員 好像嚴謹一些 是的 即是這裏的管理員 便可以了 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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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出來的效果 又真的會不同些 是的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如果再跳 就是 如果在這裏生活 我覺得暫時來說 因為我們很多次 一下來要去移民局 是 移民局我覺得 是零壓力 現在來巴提亞 因為很快 以前做90日報告 你去到曼谷移民局 已經一個小時 是 接著排隊 起碼玩半天 這次我 如果不計 他們吃飯時間 正常我覺得 15分鐘 應該搞定了 是 是 很誇張 是 我覺得這個很大分別 而且我覺得 業主方面 曼谷和巴提亞 你覺得沒有什麼分別嗎 不過這些看來看人 我們看這麼多樓 我們看很多不同類型的單位 我覺得這裏 你這家屋裏面的配套 即租屋裏的配套 沒有曼谷那麼齊 很多都沒有洗衣機 但我覺得巴提亞的特色就是 有些樓盤可以走到海灘 好像我們上集有一集 有一條私人橋 我覺得萬谷是不可能的 也沒有海 而且風格是完全不同的 我覺得巴提亞的風格 比較歐洲式西方 它有些樓盤 設計得很時尚 還有有些像意大利的獅子 石像 很誇張 還有水池 泳池圍著整個屋園 很誇張 好像酒店式 但我覺得萬谷是不可能的 是 做不到的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比萬谷大 暫時 現在我們的初歌自己感覺 水那裡都有分別 在萬谷 我想很多屋圈都有 就是那個叫什麼 drain water 它暫時好像沒有見過 因為我們有看這麼多屋圈 我們問它有沒有 就是水是怎樣去 有沒有一些水機 去沾水 那它是沒有的 買水 可能要買水 全部都是買的 其實我們都會去買水的 但是變成少了方便 有時你 即不是經常 一次過買很多水 不夠用的 是 少了個方便 不過幸好我們現在住那裡 附近很容易都有超市 都可以的 還有這裏 Tesco也挺多 Mini Tesco 是啊 還有我覺得在萬谷 那時候我都遇過一些網友 他說過到來 萬谷住了幾個月 身體無緣無故會有一粒二粒 因為水很髒 變成洗澡的時候 或者敏感 但是我覺得到來 我覺得暫時 我感覺是比萬谷乾淨 是的 這個我有一點點意外 不快會溫眠 好 在萬谷住的面積 我們都是35m 差不多 大概 因為我們的習慣 差不多24至開店 發覺這裏的電費 是比萬谷 差不多1,000匹 有沒有 有 有沒有1,000匹 有 因為在萬谷那邊住 就2,000多匹 其實可以不開 反正習慣 當然可以舒服些 就是行溫 是的 你真是行溫 那個好處就是 貴的 大家如果真的想認認真真 去知道巴亭亞和萬谷的生活 特別在那個生活費那裏有幾大分別呢 其實我覺得可以用我這幾年都推介 看那個Cost of Living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我剛剛都做完個比較的 實在他說如果在萬谷 你猜一下 如果不計租金 一個月的花費在萬谷 正常一個人要多少錢呢 多少錢 其實一個人和兩個人沒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 因為水電那裏都差很少 是的 他就說要23,000匹左右 很有錢 也挺準 因為我覺得 兩個人都可能 其實很多是共用的 租金那些是共用 便宜又便宜 貴又貴的 吃又是 所以23,000匹 真的很差 差不多 是的 他計出來 巴提亞 你想一下有多少錢 多少錢 是 多少錢 查看貓指針 16,000匹 但基本上我们觉得巴提亚是舒服的 还有水费如果不是买水的话 其实跟曼谷差不多 吃东西那里我觉得可以说是便宜一点 就算不是便宜一点也大碟一点 还有很多西餐 西餐价钱多的 是 因为不贵 哎 说这么多 坐得出去舒服一点 脚臂 现在这个环境很棒 前面就是海浪声 希望一个这么随时的环境 大家耳目一身 其实这些大前的声音已经很漂亮 很舒服 不知为什么会弄音乐很大声 还要这么吵 泰国那些 去到哪里可以音乐都很吵 说起这件事 是的 我想问夜生活这又怎样呢 你拍了这么多快闲夜生活 你是不是走到很多夜生活的地方 我不知道 当然不是 没办法 如果他真的不知道 当然不会拍 还是拍给大家看 不要假扮正义 不是 还是拍给大家看 如果什么 怎么会突然拍 不拍就没人知道 阿凡没有做过功课 我自己感觉做了一些功课 我认识了 我觉得曼谷和巴提亚的夜生活 都很多姿多彩 但是格式又不同一点 还有我问过 有一个很喜欢扑的朋友 他不肯接受我访问 他觉得曼谷美女是多于巴提亚的 我觉得是 我也觉得是 我不是心理作用的 我们去很多地方 不一定是夜生活的 日久也比较多 正常情况之下 可能女生会打扮一点 我觉得会比较好多 对 那你说格式不同 为什么阿丽你这么说 真的 你那些达官贵人 去玩高级 雷级 即是你要入会那些 巴提亚应该是少过曼谷很多 曼谷第三次COVID爆发 都是因为那些官员 那些高层走了去他们的 那些高级的雷级那里玩 然后爆发的 所以我觉得 格式就应该 曼谷嗨很多 巴提亚就平民很多 而且巴提亚一到 入夜海边 整班鬼佬在这 我不知道他们 可不可以用 色彩来形容 总之 就在这和 跟那些巴提亚女女吹水 但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很有趣 已经去到像朋友 又不是这么做生意的感觉 这么搞笑 没有 这样就很熟悉 但是我在曼谷 没有见过这些情景 我在曼谷 多数人都很做生意的感觉 是 是不是 是的 我想是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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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觉得巴提亚 以我所知 就是比较同性戀巴 就是找儿子 那些集中地来的 是的 好像在 Royal Garden附近 有些集中地 逃开那些人就知道 我免得在那里献丑 说这么多 但是巴提亚南部 巴提亚南部 我又觉得少很多这些东西 正经一点 是吗 是 始终都是集中在 二中三那里 就是Walking Street 那附近那些 是的 那这里是夜生活 就是暂时了解到的 表面东西 不是这么深入 但是来到这里开始 当你住了一段时间 现在就觉得 其实很普通 在这里 纯粹是 怎么说呢 好像家常电饭 是的 真的好像没什么特别 最后我想说 大家在曼谷 经常找地方按摩 虽然整个泰国 都有很多按摩店 但是我来到巴提亚 我就觉得它是按摩之成 可以 价钱又便宜 价钱又便宜很多 真的很多 例如我在按摩 我们那时拍了一条街 就是按摩街的 例如你全身按摩要700匹 我来到巴提亚 490匹 我的朋友说我贵 很过分 他们 按摩 通常 按摩那里 我上次在曼谷按300匹 在这里真的200匹 到一个小时 是 而且这里的按摩是很多 超多 变成他们竞争这么大 都真的便宜 是的 而且这个类型有多些 有邪案 和正案 就是邪骨 还有 都是那些东西 我好像说这些都兴奋过阿凡 不知道为什么 不要 不要 总少一点 你对着镜头 好像立刻有很修炼 是的 其实今集我还想说 巴提亚有什么娱乐 美食 有什么分别 但这一集又太长了 是的 暂时是 先报告这么多 或者过两个星期 有些什么 我们再慢慢 再慢慢谈 好 好 拜拜 拜拜 我们吃东西了 好 都没叫食物 不好意思 坐这么久 不叫食物 给蚊子吃完了 真的在吃 真的在吃 好 看看有什么打卡地方 你快点去 你到处拍一下 给大家看 好 现在我们继续 嗯 好